跳水队在备战奥运会的紧张训练中 竟然还不忘调侃自己的油腻发型 全红缠的一句我接受 但我不喜欢引发了队员们的欢笑 展现了运动员们在高强度训练中的幽默感 想知道他们是如何在压力中保持轻松氛围的 快来看看这段有趣的训练故事 7月22日 东方大国跳水队抵达巴黎仅仅4小时 选手们就迫不及待地开始了第一堂室内训练课 随着时差和疲惫袭来 全红缠一边调侃自己的头发油腻 一边让人感受到奥运会前的放松氛围 时间回到7月22日 东方大国跳水队选手们抵达巴黎圣诞尼奥湾国家训练基地 第一时间投入室内训练 据悉 除了东方大国队之外 德国队的选手也进行了训练 由于外面仍在下着小雨 领队和教练们商议之后决定先进行室内训练 比赛场馆的入口处放着各国代表队的行李 可见其他代表队也已经抵达 在这四个小时里 大家忙着从机场接车 搬离入住手续 洗澡更换训练衣物等 室内训练开始后 队员们陆续出现在训练馆门口 提备之情挡不住他们的兴奋心情 全红缠一边拿出手机一边说 大家都好油腻啊 好像还没有洗澡 看来这几个小时的室内训练真的很有必要 毕竟运动员们平时都是高强度运转 我好好放电一下怎么迎接奥运的挑战呢 训练结束后 全红缠和其他女将一起出门等车回酒店 由于此时已经过了晚上十点 很多队员都有点困意朦胧 这时全红缠突然发出疑问 我的头发好油腻啊 你们能接受吗 全红缠一边说一边用手摸头 确实有些油腻了 在大家的回应声中 他举起双手说 我接受 但我不喜欢 众人笑成一片 笑声传来 来自另一个场地的东方大国教练组也笑了 教练们透过窗户看到女将们出现在视线范围内 他们开玩笑说 这就是没有比赛的日子啊 天刚亮就开始训练了 笑声不断 据了解 此次巴黎之行是东方大国跳水队的一次集训 从8月1日开始 奥运比赛项目将陆续进行 目前东方大国跳水队已经来到集训基地 并展开了第一阶段的室内训练 出发巴黎奥运会 中国跳水梦支队在周济红的带领下进行了盛大的出征仪式 而在这个出征仪式上 总局和地方队的领导也是来到了现场给中国跳水队出征加油助威 而在出征仪式上 中国跳水队的全红衬无疑是最受关注和合影最多的运动员 毕竟他的人气是自高的 无论是总局还是地方队的领导都是争先恐后的和全红衬合影 而合影一多也就出现了尴尬的情况 比如说在出征仪式结束后 本想离开的全红衬被叫住 随后被拉到领导的身边进行合影 或许是因为生疏和陌生 此时的全红衬并没有以往的搞怪 只是有些发呆的站在领导的身边 而此时比较尴尬的一幕发生了 全红衬的举动让领导有些不知所措 或许是为了表示自己的亲和力 该领导也是直接上手对着全红衬就是一头摸头杀 领导的举动或许是全红衬没有想到的 当发型被弄弯的时候 全红衬脸上满满的不情愿 甚至上演了痛苦面具的表情 随后全红衬也是来到了旁边 显然全红衬并不喜欢这样的互动 而此时在一边的广东队教练也是给全红衬解围 将全红衬拉到了一边 并且给了全红衬一个红包 这也是广东传统的派历史 亦全红衬奥运会之旅顺顺利利 而在广东队教练离开后 陈玉希的反应也是很真实 作为跳水队的大姐姐 作为全红衬的搭档 陈玉希也是上来护着全红衬 陈玉希也是拉着全红衬离开了活动的现场 为何全红衬会如此抗拒被摸头呢 一来摸全红衬头发的这个人 看起来和全红衬并不熟悉 至少在全红衬的认知里面 或许两个人的关系 还没有到可以上演摸头杀的程度 如果摸头的是周济红或者是陈若林 相信全红衬不会如此的抗拒 也不会露出这样的表情 二来吧 在抵达巴黎的时候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全红衬就调侃自己的头发 有得可以炒菜 因为忙碌 因为匆忙 全红衬的头发状态并不是很好 在这样的情况下 全红衬肯定是不希望有人动自己的头发 毕竟有妮妮的小秘密不想被发现也很正常 这或许也是全红衬到了巴黎之后 第一时间就在训练馆洗头的原因 不过讲真的 不管怎么样 全红衬并不喜欢这样的互动 或许周济红应该更好地保护好全红衬 让他可以更好地投入到比赛的备战中 7月22号那天 阳光那个灿烂啊 巴黎奥运会的前奏已经热得不行 咱们的中国跳水队 简直就是一股蓝色风暴 一到巴黎 那气势 直接把整个城市都给洗了一遍 清新又震撼 一到第二 才陷了四小时 脚底板还没踩热乎呢 就已经熊啾啾气昂昂地奔向了跳水管 那架势 就像是去参加自家后院儿的聚会一样轻松 领对周济红大姐 那可是跳水界的定海神针 走起路来都带风 眼里全是火 一看就知道 这八斤 咱们是之在必得 训练场外 小将全红蝉那笑声 清脆地向银铃 孩子黑说 我这头发 炒菜都不用油了 一句话 逗得大伙儿潜伏后痒 气氛瞬间活跃起来 这丫头 别看年纪不大 心态好的不得了 简直就是队里的欢乐斗 也是咱们心中的小战神 陈玉希呢 更是活力四射 对着镜头又是挥手又是笑 那骨子翘皮静儿 让人看了就心情大好 她用行动告诉大家 中国跳水 年轻有力量 未来不是梦 跳水管里头 虽然还在紧锣密鼓的装修 电线电缆满天飞 但咱们的队员可不管这些 直接开练 汗水滴在还没干透的地板上 每一生入水 都是对梦想的坚持和热爱 他们用行动证明 只要有水 哪儿都能成为舞台 全红蝉 十米台上的小精灵 每次起跳 每次入水 都精准得像机器人一样 她的眼神 比那巴黎的蓝天还要清澈 里面藏着的是对胜利的无限渴望 她用行动告诉全世界 巴金 哉 准备好了 陈玉希也不含糊 训练时那个专注劲儿 说变就变 前一秒还在笑 下一秒就全神贯注 这只叶苏雅 杠杠的 让人看了就忍不住 想给她鼓掌加油 随着巴黎奥运会的脚步越来越近 咱们中国跳水队的每一次努力 都在为那辉煌的瞬间蓄力 全红蝉 陈玉希 还有那些默默付出的队友们 他们正用汗水和坚持 向世界展示中国跳水的风采和实力 咱们就是木以待吧 在巴黎的赛场上 相信中国跳水队定能再次创造奇迹 巴金在手 让世界为之震撼 那时候 咱们在一起为他们欢呼 为他们骄傲 咱们的中国跳水队已经抵达巴黎 开始为即将到来的大赛做准备了 7月21日 他们一落地 就马不停蝉地前往巴黎奥林匹克水上运动中心 展开了首次训练 虽然长途拔是让队员们略显疲 但他们的精神状态可是杠杠的 特别是全红蝉和陈玉希这两位精英运动员 那叫一个精神抖擞 说到全红蝉 这丫头真是太逗了 她打去说自己头发油得能炒菜 哈哈 这幽默感真是没水了 看来 咱们的奥运冠军不仅技术精湛 心态也是超级好啊 陈玉希也是活力满满 向镜头挥手示意 还俏皮地把手凑近镜头 随后就迅速调整状态 投入到了认真的训练中 当时的比赛场馆还在布置中 头顶悬挂的电缆显得有点忙碌 但这可没影响到咱们运动员们的训练热情 他们一个个都卯足了劲 准备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大放一彩呢 特别是咱们的中国女子三米版双人跳水组合 陈一文和昌雅妮 他们可是肩负这位中国代表团摘取手金的重任哦 想想都让人激动啊 这次 中国跳水队的目标是在八个项目中全部摘金 延续他们的辉煌战绩 从手训的表现来看 他们已经完全做好了冲击巅峰的准备 每位运动员都渴望胜利 决心为国争光 这种精神 真是让人敬佩啊 接下来 中国跳水队还将在巴黎进行密集的训练 进一步适应场地 调整状态 相信他们一定能在正式比赛中发挥出最佳水平 为我们带来一场场精彩的比赛 说到比赛 咱们不得不提提中国跳水队的几位猛将了 全红缠 这位17岁的奥运冠军 性格活泼幽默 技术更是没得说 陈玉希也是实力强劲 每次出场都能让人眼前一亮 还有陈一文和昌雅妮这对搭档 他们的默契和实力可是无人能敌的哦 当然 除了他们之外 中国跳水队还有很多优秀的运动员 项链俊杰 杨浩 王宗元 朱子峰林山 张佳琪 王飞龙 彭建峰 林山 李亚杰以及白玉明 郑九元 斯雅杰 张敏杰等人都是中国跳水队的得力干将 不过啊 咱们也不能小看其他国家的选手 比如澳大利亚的卡西尔卢索 他在福冈市锦赛男子时米台决赛中可是夺冠了 是本届赛是在跳水赛场上唯一战胜中国队的人 还有墨西哥小将奥斯马尔 他在男子一米版和三米版的比赛中都获得了亚军 给中国选手带来了不小的压力 英国选手威廉姆斯和科塔 在男子时米台决赛中的表现也是相当出色 分获第四和第五名 看来啊 这次的比赛可是竞争激烈啊 不过咱们中国跳水队可不怕这些挑战 他们有着强大的实力和坚定的信念 相信他们一定能够在比赛中发挥出最好的水平 为国争光 网友们对这事也是议论纷纷 有的说 中国跳水队就是咱们的骄傲啊 每次比赛都能给我们带来惊喜和感动 还有的说 全红缠真是太逗了 头发有的能炒菜 这句话真是让我笑喷了 更有人表示 这次的比赛一定很精彩 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看中国跳水队的精彩表现了 看看 网友们对中国跳水队的期待和喜爱可是满满的 咱们也得说 中国跳水队确实是一支让人骄傲的队伍 他们不仅有着出色的实力和成绩 更有着让人敬佩的精神和态度 相信在接下来的比赛中 他们一定能够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感动 所以啊 各位小伙伴们 让我们一起为中国跳水队加油吧 期待他们在接下来的比赛中能够发挥出最好的水平 为国争光 同时啊 也希望咱们每个人都能像中国跳水队的运动员们一样 有着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 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和目标 最后啊 我想说 无论比赛结果如何 中国跳水队都是我们心中的英雄和骄傲 他们的努力和付出都值得我们去学习和尊敬 让我们一起期待他们在接下来的比赛中的精彩表现吧 咱们中国跳水队顺利抵达了法国巴黎的奥运村 嘿 这一路上大家的心情那叫一个复杂 既兴奋又紧张 到了地方 全红缠这小机灵鬼说了个笑话 一下子把周围的人都逗得哈哈大笑 他说 我的头发巨油 可以炒菜了 您瞧瞧 这话说得多有意思 全红缠这孩子可不简单 他这次要参加女子时米单人跳台和女子时米双人跳台这两个项目的比赛 压力那是相当大呀 可他一点儿不含糊 刚到巴黎才四个小时 就马不停蹄地开始紧张训练了 他这笑话传出去之后 在网上纳事炸开了锅 各大媒体纷纷报道 网友们也是七嘴八舌地讨论开了 有的人觉得全红缠这小姑娘太可爱了 说话直爽 毫无遮拦 就是把最真实的自己展现了出来 他们说 运动员也是人 又不是神仙 没必要时时刻刻都绷着 这样真实的全红缠让人感觉特别亲切 可也有一部分人不太赞成 他们觉得运动员应该时刻注意形象 不能这么随随便便说话 不过啊 大多数人还是站在全红缠这边的 他们觉得能这样大大方方展示真实个性 挺好的 毕竟现在的社会 大家就喜欢这种不做作 真实的人 而且全红缠平时训练那么辛苦 压力那么大 偶尔开个小玩笑 自我调侃一下 也是一种缓解压力的好办法 想想看 全红缠年纪不大 却要面对这么多的挑战和巨大的压力 他一直都特别努力 训练的时候那叫一个刻苦 这次来巴黎参加奥运会 那肯定是憋着一股劲 想要拿到好成绩 他的这个笑话 其实让我们看到了运动员不一样的一面 以前咱们总觉得运动员就是在赛场上拼命 一脸严肃 现在发现 他们也有活泼 有趣 和咱们普通人一样爱开玩笑的时候 这也让咱们对现代体育精神有了新的理解和认识 不再那么死板和单一 反正不管怎么说 咱们都盼着全红缠能在这次奥运会上发挥出自己的最高水平 赛出风格 赛出好成绩 也希望他能一直保持这份天真和乐观 不管遇到啥困难 都能像讲笑话一样 轻松应对 全红缠在备赛期间展现了多方面的有趣表现和积极态度 这些表现不仅体现了他的个性魅力 以彰显了他作为运动员的专业素养和团队精神 以下是一些具体的有趣表现 花式热身 在亚运会等中药赛事前 全红缠以他独特且具有创新性的花式热身动作吸引了众多关注 他以脚先入水 乍鱼的方式惊艳亮相 随后再以水花消失数将人们带入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觉空间 这种热身方式不仅展现了他的灵动与美感 更是他个人独特风格的体现 为比赛增添了更多看点 三 展现团队合作精神 与队友互动 在备赛期间 全红缠展现出了惊人的心理素质和团队合作精神 他主动与队友分享轻松时刻 通过相互鼓励和支持来减轻彼此的压力 这种团结精神不仅为他自己提供了精神上的支撑 更为整个团队注入了信心和动力 四 勇敢尝试与积极应对 试水温的勇气 在寒冷的天气中 跳水训练场的热水成为了运动员们的宝贵资源 全红缠在试水温时传出的嘎嘎烫声 不仅是对水温的真实反馈 更是他勇敢尝试和积极应对的体现 这种不畏艰难 勇于挑战的精神值得所有人学习 五 坚定的目标与承诺 表态争惯 在接受央视等媒体采访时 全红缠表达了自己对比赛的期待和决心 他表示要跳出最强的自己 把最好的状态展现出来 这种坚定的目标和承诺不仅是对自己的鞭策 也是对观众和粉丝的承诺 综上所述 全红缠在备赛期间的有趣表现涵盖了幽默应对挑战 独特热身方式展现团队合作精神 勇敢尝试与积极应对 以及坚定的目标与承诺等多个方面 这些表现不仅展现了他的个性魅力和专业素养 也为中国跳水队注入了更多的活力和信心 为全红缠加油 希望他在巴黎奥运会再次夺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